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踏入2022年 MIRROR的氣勢也沒有減過 特別是姜濤 有報導說 剛剛踏入2022年1月1日 在西九跨年的城市 MIRROR在這個演出 其中姜濤這個人氣王 也是成為表演之中的重點 原來在表演之中 姜濤偷蜿蜿 笑著彈開樂文 新年願望脫口罩去旅行 原來在西九跨年表演 MIRROR壓軸出場 12次換上特別鮮艷色彩的服裝 配合新年氣氛 並且連續唱了12和BOSS兩首歌 掀起全場的高潮 說真的 他們不用唱歌 12次一起出現 都掀起在場的高潮 然後 演唱會期間 情緒高漲的姜濤 突然間 很開心地 重心大發 貪玩地搭著LIN的肩膀 再石面 得逞之後 就彈開 LIN開頭都嚇到 最後才會大笑 很開心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姜濤 其實也是一個很天真 和很純品的人 在演唱會都不怕 記者拿著拍照相機拍 互相逐賀氣氛 大家支持 大家看見 根據報道 他們在西舊 唱完兩首歌曲之後 12次一起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在2022年 大家有一個更快樂的一年 政隊長和副隊長 Lokman和Anson Cod 一唱一和 指2021年 轉眼睛已經過去了 2022年 轉眼睛已經開始了 在訪問中 就問及成員 有什麼新年願望 Tiger 率先表達想唱歌和演戲 成員立即起控 要考去演戲 要求Tiger 立即做個開心樣 Tiger 不單止成功過關 還贏得全場的尖叫之刺 訪問中 亦有說 Lokman和Jer 希望能夠日後 脫下口罩去旅行 希望明年12次 可以一起去旅行 搞多些戶外活動 和粉絲見面 王德志 承諾會不斷進步 大家希望對MIRROR 繼續支持 和保持熱情 最後 Lokman表示 MIRROR 要以一曲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 向著2022年的進發 希望大家 能夠多多支持MIRROR 看完這次的西九跨年之後 今年有兩個跨年的表現 一個以MIRROR為主導的西九 另一邊有TVB那邊做 有各副成體 其實我自己覺得 高噴仔 兩邊都覺得 精彩的 當然 人就不能分身去兩邊 我自己最主力 看了西九 MIRROR ViuTV舉辦這邊的 跨年度 不出的 當然很多鏡粉 你們就隨便留言 他們都會去支持 這一次的跨年度表演 大家都會去這邊看 我們看看新聞 接下來 繼續有沒有什麼進展 就看看這兩次跨年表演 究竟哪一個好看 大家看有什麼心趣 我高噴仔 就繼續收集資料 如果有機會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兩次 西九跨年和TVB跨年互動的消息 比較一下大家哪個好看 OK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BOYS LIVE 那裡 多謝大家